今天要介紹的是望遠鏡 望遠鏡我們先用小台的 因為各位平常過去比較少接觸到望遠鏡 我們就先用小台的來介紹 這台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台其實之前我買這樣 它只要這樣一小盒盒裝 它就可以裝這樣一台 而且跟各位講 這台是我在2009年的時候買的 2009年的時候 因為是全球天文年 為什麼叫全球天文年呢 因為1609年的時候 咖哩略或者叫茄莉略 它第一次把望遠鏡對向星空 所以400年後的2009年 那一年定為全球天文年 那時候這一台就是出 當時出的紀念集中 然後我剛才有跟兩位找到的 有稍微講過 就是說 我那時候一看到這個紀念集中出來了 我就買了10台 各位猜猜看 這一台那時候買多少錢 剛才兩位知道了 就先不講 你們猜猜看 那時候我買了10台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我先跟各位介紹 各位再來估價 它這個 因為我那時候看 第一個 它今天這個 這個如果當擺著 當然如果要擺著的話 你一定要把它立起來 這樣立起來 其實也還蠻好看的 OK 而且它外面的這個型 其實做得很漂亮 然後呢 一方面如果要送人也可以送人 那各位猜猜看 這個是 我也跟各位講 這個是 7.6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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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徑的望遠鏡 它是 反射式的望遠鏡 因為 裡面有那個 鏡頭 各位可以看得到鏡頭嗎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可以 我稍微講一段之後 各位可以操作的時候 就可以看一下 那各位猜猜看 這一台要多少錢 你們覺得 這一台大概多少錢 好 大家 不好意思估價 好 我們直接講 這一台 那時候我買的時候 是1320 很便宜 很便宜 所以我那時候 一買就買了10台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在天文館的賣場 看到賣幾乎一樣 只是外皮不一樣 在賣場賣2600 OK 對對對 那我要跟各位講 7.6公分孔徑 它頂多 我們看那個什麼 木星 木星的話 那個什麼 表面的紋路看不清楚 但是它的四大衛星還可以看 這一台的情況到這種地步 那7.6公分 我到時候再 後來以後有機會再 我不知道上次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我們怎麼去 像這種 我們稱望遠鏡的口徑多少 它的極限星等到多少 之前有講過嗎 好 那也許等一下 也許我再 我再稍微用黑白寫一下 7.6公分 它能夠看 因為我們一般的瞳孔大概是 0.7公分 也就是7mm 那這個口徑就是76mm 也大概半徑大概大10倍 對不對 半徑大10倍 那今天我們是用面 口徑是一個面 來收集光線 所以 面積的算法就是 πR的平方 對不對 也就是半徑的平方 所以呢 今天我們望遠鏡的極光面積 是我們通紅極光面積的 100倍 這個是7.6公分 那我剛才說我們的眼睛是0.7mm 大概差不多大10倍 那面積就是大100倍 也就是極光力到達100倍 那100倍我們還記不記得 我們最早有講到星等 星等 一等星跟六等星差幾倍 光度差幾倍 各位還記得嗎 一等到六等 其實就是100倍 只要你只要差五個階段 一到二 二到三 三到四 四到五 五到六 是不是中間差五個階段 五個階段的話 就是差100倍 就是相差五個星等就是100倍 那我們一般早期的那個什麼 發明星等的那個人叫做 Hipparchus 西帕球師 我們有時候這樣翻譯 西帕球師他認為說 我們眼睛能夠從一等星看到六等星 最暗的是可以看到六等星 那如果今天我們用七點六公分 口徑的望遠鏡 可以看更暗一百倍 也就是我們透過這個 可以看到十一等星 也就是六等再加五等 你的十一等星 OK 好 再來跟各位講一下幾個規則要講一下 這個各位先稍微知道一下 你看這個望遠鏡 它有一個台子 但是它這個台子它可以這樣子水平旋轉 然後呢 另外垂直的旋轉就是你要把這邊先 各位等一下在操作的時候特別注意 你要你要搬動這個 這樣子搬動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懸開來 再來搬動 否則你不懸開來的話 它那個齒紋很容易就抹到壞掉 所以一定要把它鬆開來 再去動 OK 那上次有跟各位講過 最簡單的分法 你只要看到說 它的座台是水平轉動的 以及垂直轉動的 這種統稱叫做經緯 這種座台叫做經緯 好 這邊 稍微寫一下 好 經緯儀 但是那個經緯儀呢 就是 它水平轉跟上下轉非常簡單 所以很適合一般初學的使用者 那未來我們還會介紹到赤道儀 赤道儀它的旋轉方式也非常特別 它絕對不是水平 它是有點仰角的 比如說我們在仰角25度 基本上那個轉動就是仰角25度的旋轉 然後轉到哪裡 另外一個軸才是跟著它 跟著那個你今天另外那個 傾斜25度的轉哪裡 它才去跟著用不同角度的轉 所以是比較麻煩的 而且就是說 有時候在左邊的天體 你必須把望遠鏡轉到右邊 再對左邊 跟這個不一樣 這個只要在右邊 我們很習慣 在左邊方位我們很習慣地轉過來 然後羊羔多少就對到了 但赤道儀比較複雜 所以赤道儀 一般來講初學者先暫時不及地學 那但是我也要講 好處快速先講一下 就是說 經緯一般來講 不好追蹤心體 OK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天上的星星 因為我們在仰角25度 仰角25天上的星星就會是這樣 就是有一點是 這樣子上去 這樣子下來 斜 斜的從東方地平 斜上去 然後 再斜下來 OK 那今天你這種東西 你看喔 我如果在這裡 假設這邊是東邊 我這邊對 東邊的話很低 稍微轉過來 你就要仰高一點了 再上來就要仰高一點了 是不是你看 這樣子很不方便 這樣在追蹤心體很不方便 OK 所以一般來講是赤道儀 赤道儀我說 因為它是描向那個 那個北斗七星 所以它在整個的轉動來講 它是會模擬那個地球在轉動的感覺 所以它是可以追蹤的 所以如果你要接相機 來拍攝天體 長時間曝光的話 你要用赤道儀 不能用金尾儀 但是很吊詭的是 我要先跟各位講 現在全球最大的 很多大型的望遠鏡 大多數大型的望遠鏡 都是金尾儀 那也會拿它來拍攝 所以那個都是 都是有接到電腦 電腦會去計算 電腦會去計算 你轉到哪裡 該要仰角多高 它整個讓它動起來是 非常Smooth 非常順暢的移動 所以大型的望遠鏡 現在大多數都是 金尾儀再去搭配 電腦去計算 就這樣子 OK 那如果我們這種 一般用的這種金尾儀 其實也有跟各位講 我們天文館有一個 有一個志工 他從美國 買了一個金尾儀的望遠鏡 他有接一個小小的 那個 算是微電腦那種感覺 是怎樣呢 他的瞄準法是 我只要瞄 我先從鏡頭裡面 瞄準一顆亮星 我就按一下 然後呢 再瞄準一顆亮星 再按一下 再瞄準一顆 大概三顆亮星 你訂好了之後 你再把日期 跟你的經緯度輸入進去 他就可以馬上估算 你訂的那三顆星是 什麼星 然後就知道你的北方在哪裡 然後就可以開始追蹤 拍攝 我說那台只要兩萬塊 從美國買進來 兩萬塊 但是他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只是一個小微電腦 在解算 所以他今天 他這種在轉動 他要轉一個刻度 就要再上去一點 轉一個刻度上去 結果他拍那個什麼 拍那個天上的天體 就會像樓梯狀的 這樣子 在天上拍出這樣的節目 不是那麼好 那但是那個市面上 大型望遠鏡 就不會是這樣子 就是那個 主要研究用的大型望遠鏡 好 那再來跟各位講幾個東西 首先 來 先講這個 我們是反射式望遠鏡 所以這個蓋子打開來 光線是從這裡進去的 然後呢 真正的那個 我們主要的鏡片 是在底下 是一個凹面鏡 是一個凹面鏡在底下 所以光直線進來 打到底下的凹面鏡 再開始光線偏著 到中間 如果等下各位前來看 中間這裡有一顆小小的 有看到嗎 中間這裡有一顆小小的 好 這個是什麼 它是一個斜面的反射鏡 小小的斜面反射鏡 然後呢 再把光線集中到中間這個地方 所以到時候是從這裡看 OK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東西打住 那我看的東西 會不會中間有一個黑黑的 各位覺得中間會不會有一個黑黑的 不會 因為為什麼 它的焦距是在幾乎是很遠的地方 它的焦距在非常遠 所以今天中間這麼近 就算如果有像很多小朋友在望遠鏡前面 他覺得說我伸手一個手指 大家就可以看到手指 看不到 等一下可以嘗試看看 你們弄了之後可以嘗試看看 好 所以到時候看在這裡看 然後呢 那這個東西叫尋星鏡 尋找星星的鏡 尋星鏡 為什麼我們還要有一個尋星鏡呢 尋星鏡的倍率比較小 這個尋星鏡它上面好像沒有寫號 不過一般來講就是類似我們的雙頭望遠鏡一樣 它大概就放大七倍或五倍 大概是這樣子 放大七倍或五倍 但是我們一般的望遠鏡放大倍率會更大 這個放大倍率沒那麼大的話 天空可以看的範圍就比較大 這個放大倍率很大 我們可以看的天區就小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們如果拿它來瞄那個建築物啊 很好瞄 可是你真的對到天上的星星 每一顆星星都是一個亮點亮點亮點 你通過望遠鏡也不會變大 還是一顆亮點一顆亮點 你很常常會固解你到底是看的是哪一顆星 是不是你在看的那一顆星 常常會不知道 所以你要首先要靠這個尋星鏡 先去找 先去找我的星鏡在哪 OK 好 那待會是要把這個 那個什麼 這邊有兩個螺絲 把它弄過來 這邊有兩個螺絲 鬆開來 不過今天外面也有點下雨 等一下我們盡量就是 我們在可能是兩個 就是在角落 然後看斜對角 因為如果不把那個 不把那個 看的那個鏡頭拉長的話 看不到 都會模糊的 好 然後呢 這個尋星鏡裝上去之後 一樣要把它鎖上去 但是我要先跟各位講 以後你們買望遠鏡 尋星鏡一般來講 在帶攜帶的時候 通常它 他有時候會把它拆下來 放旁邊 因為 各位有沒有發表 尋星鏡是突出來的 今天很容易在搬動的過程當中 打到 就斷掉了 所以一般來講 尋星鏡會拆下來 然後等到要用的時候 再裝上去 可是問題在於 你尋星鏡一旦接上之後 我們是要靠尋星鏡 尋星鏡去找 我們到時候大的望遠鏡 可以看到的天體 對不對 可是你各位有沒有想過 當我這個裝上去之後 萬一我的尋星鏡 我這邊就用兩隻手 尋星鏡它今天對的方向是在這裡 可是大的望遠鏡 它今天對的方向是在這裡 我們稱這個 就是說它直線 它這裡直線 你把它直線從中間 虛擬拉出一條線 我們稱它叫做光軸 尋星鏡的光軸 如果跟望遠鏡的光軸不一致 不是平行的 不一致 是不是我們到時候 要用尋星鏡 找到我們要的天體重 在這裡是看不到的 OK 所以我們通常一裝好之後 我們要先對光軸 先對光軸 那光軸怎麼對 我們再請各位看 這個尋星鏡旁邊有三個小小的螺絲 有沒有看到有螺絲 這個螺絲是幹什麼的 而且是你看這三個螺絲相距120度 OK 等一下 你就可以到時候在對光軸的時候 你就一邊把其中一個螺絲 可能往裡面鎖 往裡面鎖它是這樣 它原理是這樣 假設這邊有個框 假設這邊有個框 那現在這個鎖 一旦鎖進去 有可能是這個頭就被壓下去了 壓下去 那是不是它今天光軸就一直往這邊偏 那如果你這邊把它鬆開來 它就回來 那這邊往這邊凸 往這邊鎖進去 它就往這邊過去 這樣得了解嗎 就是靠這三個螺絲 你開始去調整調整調整 OK 然後等一下各位可以看那個什麼 我先拔下來 我請各位看一下這個 這個巡心筋上面有什麼 還有我也跟各位講 望遠鏡的那個拆裝 你們一定要在有亮處的地方 要把它收洗好 因為一旦帶到那個沒有光害的戶外 你真的有很多東西就是要靠熟練度 因為哪個螺絲拆下來 你要放到哪個位置都要 一定要非常熟悉 然後不能說到當天 去到那裡才開始摸索 所以那時候 你帶那個望遠鏡 我看不到裡面的東西 我就說可能要另外 早一天再室內看 好 你要不要從裡面看 你看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東西啊 有一個實事 OK 等一下各位都可以 都可以去看一下 它裡面有一個實字 這個實字就是幫助你去對 你要看的物體 會對到實字的中間 然後 如果對到實字的中間 就是盡可能到鏡頭裡面的 最中間就是正好對著實字的中間 那個景物 但是別忘記喔 等一下裝上去之後 怎麼去調光軸 我要先講怎麼去調光軸 首先 我們先講 找星星 真的假設我們現在光軸 假設是已經調對了 我們在找星星的時候 我們是先看巡星鏡 調到我們剛剛要的心底 再看大的望遠鏡 就通常就會在這附近 沒多遠了 但是在對光軸 你要反過來 你先用它 來看看 我們大多數先在室內 然後你就用它來稍微對一下 比較能夠對到的一個某一個角落 或某一個點 對到畫面的中間 然後再去用巡星鏡 看看那個畫面跟那個實字差多遠 然後就開始調那三個軸 有的推進去 有的鬆出來 OK 這樣子 去調整 調整到 讓你原本在這裡看到的那個 比如說那個角落 或那個亮點 能夠在你這個實字的中間 可以嗎 好 那所以呢 我想說 講太多 各位等一下再操作 還是會有問題 我們先給各位操作一遍 操作一遍之後 我們再來那個 先簡單的操作 然後 然後那個 操作完之後 我們等一下再來做 細部的解說 好不好